最近乌冬战场特别紧张 一场巴赫木特反击打响了春季攻势的序幕 双方在开战一周年之际都想要夺取一定胜余果实 也就在这要拼刺刀的档口 俄罗斯突然开始大幅抛售人民币储备 让不少人困惑 俄罗斯不正是要靠着中国的时候吗 为什么突然要靠着中国的时候 突然大抛人民币 中俄关系要变 这时候 今日俄罗斯发布常文解释 为什么要大幅抛人民币 俄罗斯解释说 大幅抛人民币是常规操作 目的是为了稳汇率 没有别的意思 别多想 可真的是这样吗 这一点我们值得仔细说说 俄国突然大幅抛人民币 里面藏着大玄机 首先 俄罗斯正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一年 毫无结束希望 战争讲到底打的是经济 是国力 两边都在硬撑 到底是援助乌克兰的西方 先撑不下去 还是俄罗斯内部经济 先穿不下去 普京已经在2023年的 元旦讲话里放狠话了 他说 关于战争融资 俄罗斯没有上限 从国家到政府到人民 都会全力满足军队所需要的一切 这代表着俄罗斯很可能将进入 全面战争状态 而不是像2022年一样 只搞所谓的部分动员 俄罗斯也必须这样 才能和整个西方的援助对抗 尤其是两大部分的能力 一 冰原动员力 二 军工生产力 要知道在顿巴斯打的最激烈的时候 俄罗斯48小时消耗的弹药量 就等于现役英国军队的所有弹药库存 2023年 如果俄罗斯不把国家机器 转变成真正的战争机器的话 那这仗就打不下去了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钱 2022年 俄国国防支出比去年增加33% 2022年 俄国国安支出比去年增加21% 2022年 俄国能源收入比去年增加34% 由于俄国能源收入本来就很高 能源收入增加了34% 就足以涵盖新增的国防和国安支出了 但是别忘了 这只是国防和国安支出 俄罗斯政府还有其他很多支出 总的看 俄国2022年收入28万亿卢布 但预算赤字仍旧有3.3万亿 只能说幸亏2022年能源价格大涨 让俄国收入大增 才让赤字只有3.3万亿 但这已经是普京执咒这么多年以来 经济表现最糟糕的一年了 2023年 如果能源价格下跌 对俄制裁更深 那俄国的财政赤字将出现很难看的局面 再来看2023年的俄国预算 2023年 俄国国防预算比去年再增加6% 2023年 俄国国安预算比去年暴增58% 2023年 俄国能源收入比去年预估减少38% 这一变化非常有意思 国防预算再增加6% 并没增加多少 表示着俄国将从主动的战略进攻 变为战略僵持 而国安预算比去年暴增58% 这代表着什么 国防预算增加6% 国安预算增加58% 这代表着2023年 俄罗斯最大的问题不在外部 而在内部 不在战场 而在首都 仗已经打了一年 已经搞了部分动员 2023年还要继续打下去 如果兵员不够 还要再动员 到时候俄国人民会厌恶战争 会产生厌战情绪 会出现抗议和反抗 这时候就必须要增加国安预算 稳住内部情况 在网络上监控大规模反战言论的发生 在社会上消灭大规模抗议的情况 这些都需要花大钱 那也就不奇怪 为什么2023年 俄国的国安预算会增加那么多 而另一个破口 在能源价格上 这是俄罗斯支撑战争的命脉 西方当然也知道 所以要打掉俄罗斯的命脉 2022年年末 G7 欧盟 美国等一票西方国家终于下了决心 对俄国原油实施限价令 强制设定俄罗斯原油售价不准高于60美元一桶 西方签署这份限价令后 不光要求西方国家遵守 更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守 如果你不遵守 西方就不提供你船舶服务和保险服务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 当然不受影响 中国有自己的运游船 有自己的保险体系 可对于非洲 东南亚 这一大批小国来说 确实要命的 小国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运游船 都是大国的船舶公司提供运游服务 而且一艘大型运游船 能运200万桶原油 光这200万桶油 价格就超过1亿美元 还不说这艘船的价格 这1亿美元的原油在公海上运 万一出什么事 谁负责 过去有保险服务 可如果西方保险公司不提供了 那么谁敢运游 所以西方集体限定 俄国原油不准超过60美元一桶 如果有国家不服 用超过60美元的价格 问俄罗斯买游 那西方就不提供油轮和保险服务 这对中国不会有影响 但会影响很多小国 2022年底 限价令正式签订 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价格暴跌 一度跌到30美元一桶 远低于限价令的60美元上限 听闻此消息 中国立刻去俄罗斯抢油 2023年1月 至少四艘中国的超级油轮 将第一架乌拉尔原油拉回中国 另外还有一艘印度的油轮也来了 西方的限价令 已经对俄国造成实质损失 根据调查显示 自限价令公布以来 俄罗斯每天原油收入 平均减少1.7亿美元 而原油的收入 占俄国整体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35% 整年来看 2023年 俄罗斯光原油收入 就将整体减少25%到30% 但这还不够 芬兰国家智库近期发表文章 只只要扼杀俄国主要收入 光靠石油限价令还不够 还要针对柴油和精炼油 于是美国和欧盟寄出更大制裁 不光对俄国原油产品制裁 更对俄国石油产品 比如柴油精炼油等进行制裁 设定最高价格上限 另外拜登在接受采访时也说 如果60块的原油限价 还无法让俄罗斯停手的话 那他就会考虑限制俄罗斯原油价格 在30美元一桶 到时候俄罗斯的油 只会买得更便宜 俄罗斯如果愿意卖 那就必须接受30美元一桶的价格 如果俄罗斯不愿意卖 那他就会失去原油金卖 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制裁 如果没有世界级的大国明确表态 支持俄罗斯的话 那他手上的牌其实也不多 而且俄罗斯的应对措施也很有限 2023年1月 俄罗斯的反击是重启国内外汇市场干预 从国家财富基金里 抛售价值545亿卢布的人民币 也就是一开始提到的 俄国突然大幅抛售人民币 由于西方开始限制俄国原油价格 限制俄国石油制品价格 会让俄国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 讲白了 就是俄国希望通过大幅抛售人民币来稳定卢布的汇率 如果卢布汇率稳不住而大跌 那么俄罗斯从国际贸易里赚到的钱 也会因为汇率大跌而白光 所以这个汇率必须稳住 那么为什么是人民币呢 因为美元和欧元已经被俄罗斯定为不友好国家货币 所以俄罗斯现在用人民币替代过去的美元和欧元的作用 通过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交叉汇率 来间接实现卢布与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关系 当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时候 中国会抛美元储备稳人民币汇率 同样的 当卢布预期会大幅贬值的时候 俄国也会抛美元 稳卢布汇率 不同的只是俄国被提出了国际金融体系 那他只能通过抛人民币 通过人民币对美元的交叉汇率 来间接稳定 卢布汇价 不让卢布暴跌 所以不管俄国是大买人民币 还是大抛人民币 对人民币来说都是好事 人民币至少在俄国取代了美元 扮演了一个稳定的汇率的角色 这对于人民币的海外化 国际化很有好处 对俄国来说 2023年的最大挑战都不在战场上 而在财政上 能源价格将摆脱去年的恐慌性暴涨阶段 让俄国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 同时针对俄国的制裁不断加码 将让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 如果俄罗斯无法在2023年 找到强大的国际外援的话 那他的状况会持续糟糕下去 可强大的国际外援又在哪呢 一个不变的真理是 你战场上表现的越糟糕 国际外援就会越少 没人会去帮助一个看起来不行的国家 不称呼打劫 就算道德高尚了 二人 二人 二飞